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这是我们的网站地址 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加到我们的论坛提问 在C元板块 前面的课程已经录制了第十课,已经发布在这里 这边是土豆的一个打包地址 包括我们的一个PPT也在 PPT还有一些在线观看可以 那么这是土豆的一个观看地址 那么更新到哪里都会在这显示 那么好,我们就继续讲我们的第十一课 第十一课主要讲C元的其他运算符 上节课我们讲完了一个基本运算符 这几课就讲其他运算符 主要讲取模运算 就是取余数 然后还有自增自减 还有一个运算符的优先级 那么主要重点就是这么三个 那么同样我们先 新建一个文件用来写代码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取余的运算就是那个取模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取一个余数 就是相当于5除以3 5除以5除以5除以3 那么等于1 然后数学中它就会余一个2 那么就这样 就1乘以3加2就等5 那么这是取余数学中的那个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 最简单就是这样 百分号D 然后我们5 这样百分号一个2 那么这样它的余数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数学中5除以2它的余数就是1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看 是不是 那么我们同样 CMD 这是现在是我们的基盘下C的C目录 C目录下 那么我们就同样走到这 基盘CDC C 点二查看一下 那么是有自学7.C 好 清评 自学7.C 好 编译没有问题 我们运行 它就数是1 那么这就是取余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就是说像 就是整除的意思 就是能不能被整除 那么如果说这个变成了一个 呃 10 那么它就能够被整除 那么就没有余数 那么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0 我们来看 那么就是0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取余数 能不能够被整除 不能被整除 那么是余 余多少 好 那么这个就简单的说一下 它是取余数用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自增自减 加加减减这个运算符 那么这个运算符呢 稍微有点复杂 好 我们首先定义两个变量 inter n或者i 然后接 就先定一个i吧 给它初始化一个值0 然后我们在这儿 对i 加加 这个i加加它就 它的作用等于什么呢 和我们的i等于i加1 是一个一个效果 和我们的i等于i加1 是一个效果 就相当于i 自己相加一个1 那么做自加的数呢 只能是整数 整形数 不能说是伏点形的数 那么这个加7柱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的结果 我们这输出什么呢 输出我们的i 输出i 它本来是0 加了之后变成了1 那么这个是加加 那么减减 我们看一下 就自减 它变成了负1 那么就是这样 这就自增自减 那么当然 这个我刚才说的 这个这两个用法很复杂 那么复杂 所以说不可能只是这么简单的 就能够理解后用了 那么还有更复杂的用法 比如说 我把这个 i加加删掉 这个i加加放到这里来 把这个i加加放到这里来 那么我们再编译一下 看这个效果 它是0 那么这个是一个0 那么明明我们这有i加加 为什么它是0呢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本节课一个重点相当于 这个i加加它的作用是 什么呢 就是先进行运算 再自加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先进行一个运算 就先把这个i的值 传给了这个printerf这个函数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自加 而不是说先自加之后 再变成了1之后再传给它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加加放到前面 这样呢 它就是先自加 然后再代入运算 那么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看 编译 然后a运行 好输出的结果就是1 那么这就是加加和减减 那么这点可能有点模糊 那再讲一下 就两个加在前面呢 就是先进行一个自加 先改变i的值 然后再传给这个printerf函数 做运算 如果说我们的加加在后面 那么就是先传入这个printerf 然后再进行一个自加改变i的值 比如说像在这 我们这样编译 它的值是0 那么 我们 它的运行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 进入主函数运行这个定义一个i 给它复制一个0 复制一个0之后 运行到第二句 第二句的时候 首先它看这儿 i 然后 i是i加加 那么首先我们 它就先把这个i这个值呢 是0的时候 就传入了这个printerf的函数 把它替换掉这个 那么此时这里就会输出一个0 输出0之后 然后它在i再进行一个自加 就是加1 那么 然后的值呢 就这个i运行完这一句之后 它就变成了1 那么我们可以实验一下 我们在运行完之后 这下面就我们输出这个值 这上面加个回车吧 我们在这输出一个i 那么看是什么值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边的0 在这句的时候输出的是0 在这就变成了一个1 那么就说明 我们在这并没有对i进行个改变 而是这个进行的改变 这就进一步说明了 i加加是先带入运算 然后再自增的 那么就是这个重点 那么i减减的用法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这减减 i减减和i加加的用法是类似 那么运行 那么同样是 先带入运算 先把i等于0的时候呢 就带入运算了 然后再进行个减减 那么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做一个运算 加加加i加1 那么这个运算 加加i加1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得出什么结果呢 那么这个i 加加在i的前面 所以它会先做自增 然后再与a进行个相加 那么我们看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 结果是2 那么就说这个在和1相加之前 这个i已经变成1了 就说已经进行个自加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加加这样 放到后面 那么放到后面呢 我们尽量要加括号 来保持说 这个加加是属于这个i里面的 那么就先运算这个 不然的话你会区分不了说 是这种情况呢 还是说 是另外一种这种情况 是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说这是一个变量的话 那么就有时候你会分不清 那么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 尽量说 用括号来区分一下 那么我们i加加之后运行 它是1 那么说明这个 i加加与这个1相加之前呢 是一个0 所以说我们 它是先带入 先带入运算后自增的 如果说我们像前面的加加 它就是变成了2的值 那么减减也是同样 那么如果说我是减减 那么它就是 负1加1等于0 那么如果我减减在后面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1 就是说它现在是0加1 好那么这叫加加减减的用法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特征 我们前面说过 i加加 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和i等于i加1是一样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这个只是不会被修改的 那么它是一个变量 你不能用长量 你不能用长量 比如说一个4加加 这样的话是错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它这个是一个长量 不能进行一个修改 所以说我们这样是用是错的 我们可以这样编译看 我们先保存 我们这样编译看 它的提示 这边有提示了 那左边 就是说负值的左边是不能够进行一个自征 就是说 这个自征运算 左边必须是一个变量才行 好 那么这点 大家就记住 那么几点 那么再裸 列举一下 有哪几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 自征符号在前面 先自征 再代入运算 反之也是一样 反之 自征或者自减符号 大家都可以套用 那么自征的符号 在后面 那么就先代入运算 然后再进行个自征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 不能对常量 用自征 因为自征 它是 会改变我们的一个值的 所以不能对常量进行一个自征 好 那么就这两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知识点 第三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运算中很重要的一个 优先级 运算符的优先级 那么这个优先级呢 在我们数学中也有讲到 就是 哪些运算 先做 先做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我们再来做一个 那么这个都去掉 比如这一个 乘吧 3加2乘5 那么这个大家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 是先算2乘5 然后再 再和3相加的 而不是先算了3加2再和5相乘的 那么这结果呢 也是和我们一样 那么就这就是 这就是13 就是2乘以5等于10加3等于13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什么是优先级 那么优先级就是说 优先算哪一个 那么这个2 既可以和5相乘也可以先和3 那么就要有一个规则来定说 你2先和哪个相运算 然后再和哪个运算 那么所以这就叫优先级 那么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那么这优先级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优先级可以在论坛的这个 搜点自学7.com里面搜索 搜索一个 优先级 好优先级这边有 C元运算符优先级的一个表 或者说你在这的时候 所优先级也可以 那么这有很多 那么我们见到的呢 现在还没有见到这么多 那么我们来首先说一下 怎么看这张表 然后大家客户自己去研究 好这边说结合方向 就是指的是运算 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 就比如这个 普通的如果说3加5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看结合方向是 它是从左到右 结合方向从左到右 这边有加减乘处 这些都是加减乘处里面的 那么这都是从左到右的 从左到右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儿的运算 是要从左方 从左边运算到右边 同一个级别的 我们就要3加2 然后再减5 而不是说2减5加3这种运算 这就是结合方向的一个意思 优先级从上到下 我们可以看 这优先级从上到下 是逐渐的降低 就是说上面的优先级高 就先是上面的要比下面的先算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 我们刚才遇到了一个 自增的运算幅 自减的运算幅 那么它就比加法的要高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这定一个 int i变量等于 0 等于0 好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加一个 加加i 加3减2 这种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 优先级的表 这种自增运算幅 就是先它的优先级从上到下 逐渐降低 所以说它的一个运算幅的优先级 要比我们的加减乘处要高 比我们的乘处都要高 所以说它要先运算它 把它运算之后 然后再运算这个 就是说先运行了这个自增 然后再去和它相加 而不是说先和它相加了 再进行一个自增 那么这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有个语言括号 这个语言括号呢 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 它是一个 可以强制改变 你看它的一个优先级很高 所以说它可以强制改变 我们的运算的一个 优先级 比如说我这 我前面是乘 比如说我本来是三乘二减五 按照一般的规则 是先三和二相乘 然后再减五 那么我要强制改变的 我的目的是想让二 二先减五再和三乘 那么我们就可以 加个括号去改变它的一个优先级 那么它运算的时候 就会先算括号里面的 然后再去运算 再去和这个相乘 那么这点和数学中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优先级表的一个看法 那么优先级表这有一个一二三 那么每一个一里面 这四个优先级都是相同的 那么在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同一个地方出现了 那么它就会从左到右 比如像我们这个自增自减 那么同时出现 它就会这边 它的一个是从右到左 就是说从右到左进行一个运算 这边三加减乘除 乘除取模 那么这就是同一个 还有这边加减 还有左右一亚大一小一等一 这些都是在后面的课程中 都会遇到的 这边有一个说明 就同一级的运算符 运算符次序由结合方向所去决定 那么这句话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什么呢 同一级的优先级 由我们的结合方向来决定 从右到左 还是从左到右 简单的记就是这些大于算数运算符 然后大于关系运算符 这些后面这些可能大家没有遇到 那么大家后面就全部学到之后呢 就能再来看这张表就更清楚 那么大家现在就去理解一下 我们遇到的东西 好了 本节课就几个重点 那么一个就是自增自减 另一个就是优先级 大家去理解一下 可以结合数学中的一些关系 那种算式来理解 好了 那么 下节课呢 我们再讲解C语言之表达式和语句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去吧 bueno refusal 下节课 보면